什么时候想好给我打电话 别让我等太久 这一切真的不是闷了吗 你马上给我滚到医院来 爸 姐姐真是不小心帮我推小楼梯的 你千万别怪他呀 你是想替我求情 还是做时是我推你的事实 沈娇娇 你当真好心情 这个混产同心 还不跪下 给求求道歉 否则的话 我却当没你这个女儿 我没做过的事 你让我怎么道歉 爸 我到底该怎么样 姐姐才会不讨厌我 你从人窗户跳下去 说不定我还会考虑考虑 你还真是恶毒啊 你这么多就不觉得过分吗 原来我未婚夫也在这儿呢 你和沈娇娇的事 我不说不代表我眼瞎 看到心上人受委屈了 想站出来出头吗 对 我就是喜欢娇娇 还有 就算全家女人都死光了 我也不会娶你 这么巧 我也是这么想的 就算我嫁给一条狗 也不会嫁给你 你 南非 家族的脸都给你丢尽了 你想毁婚 不 说话 是 小叔 我想娶娇红月 另娶他人 好 这件事情我替你做主吧 小叔 你说的是真的吗 你觉得我在和你开玩笑吗 小叔 那我和娇娇的婚事 是他 给你做女佣都不废 毁婚的事我会和爷爷说一声 其他的 想都别想 小叔 小叔